汽车一旦坠入水中 逃生率会非常低 这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正确的自救方法 汽车会快速沉入水中 水下强大的压强会把车门压死 无论你有多大的力气都很难打开车门 此时车上的电气设备 车窗将会跟着失灵 许多人会被困在车里不知所措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把车窗给砸碎 如果没有破窗工具 可以把座椅头枕拆下来 用头枕尖锐部位把车窗击碎 但这个过程比较耗费时间 极可能会错失最佳逃生时机 而这款精致小巧的破窗锤 强悍弹簧装置 此次轻轻一按 坚硬的无钢头就会迅速弹出击碎车窗 建议有车的朋友多备上一个 自带收纳底座 宁可终身不用 不可一日不备